上頭的作品在市場上 當然它景色非常高 不過這個作品特別有意義 因為它去年是因為 311的議政的關係 所位置的一個限量的版畫 來做公益的販售 那所以我當時是以愛出發 買這個 然後幫助了當時 311正在的朋友 那很開心我就再推出來 然後有人以高架飆下來 那麼再次把這個愛 又做了一個第二次的眼神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有價值寶 可是當我今天看到的少安的畫作 我覺得那才是無價值寶 那是世界唯一的 而且我知道少安畫一幅畫 要一個多月的時間 然後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畫 也不是畫很久 然後它現在目前它的貴賊 大概也只有20多幅而已 可是它願意割什麼一幅給我 我覺得很感動 我今天回家就把它掛起來 那所以我很開心捐出了這個有價值寶 但是換來一個獨一無二 而且我一輩子都不會追出去 人家要輸錢我也不會賣的無價值寶 謝謝少安 然後呢 更要謝謝馬利亞社會獨立基金會 這麼多年來持續的幫助我們社會上需要幫助的朋友 那非常的佩服董事 還有我們所有的同仁 希望大家一起在自己能力有限的狀態之下 還是對社會做多一些的關懷 那最後我要跟我的滿話說再見 Bye Bye 祝你幸福 因為我有更好的話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出道24年沒想過有人會為我辦一個記者會 而且是以愛心做主題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也蠻不好意思的 因為我只是拋磚引玉然後舉手之勞 可是沒想到因為它的得標金額讓大家太驚訝了 然後也都很感動 所以本來這場記者會應該是為那位張先生辦的 可是他又不願意出來 所以我就只好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喜悅 更開心的是一幅村上龍的有價值寶 換來了一幅邵安小朋友的無價值寶 那麼版畫是可以被複製的 可是邵安的話它是用生命畫出來的 然後獨一無二 所以我剛剛就在想說天啊我要把它掛在哪裡 我今天回家就會把它掛起來 然後絕對不會捐出來 然後任何人出價我都不會賣 我甚至還在計劃說明年我想幫他辦一個畫展在台北 因為最近跟阿妹都在討論一些藝術的東西 那阿妹也在她的咖啡廳樓下弄了一個藝廊 然後我們都在想說是不是可以幫助很多很有才華的藝術家 我覺得邵安可能是一個挺好的人選 希望妹姐能夠共襄盛舉 我回去會好好跟她研究一下 非常的誇張 因為畫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尤其是配色然後構圖 那我想邵安以她的先天條件的狀況之下 能夠畫出這樣子的一個配色 說實在的如果我們不去設定它是什麼樣的背景 把它跟所有的藝術品擺在一起的話 她的畫是很有水準的 我常常每個禮拜都在看展覽 她的畫作絕對不會輸給市面上的畫家藝術家 所以我覺得她是有這個天分 剩下的就是媽媽的愛心 跟爸爸的帶領 還有瑪莉亞她們的照顧 所以我覺得她是前途似景的 然後真的是很專業 她的配色很漂亮 剛好本人也非常喜歡一些螢光黃 螢光綠的東西 所以這幅畫太適合放在我家了 嗯